同志您好,我是来自腾讯大连的记者 想问一下这是您第一次来大连吗 然后对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这是我第二次来 第一次来呢,也是在拍宣传 然后我对大连的印象就是 特别适合居住 然后也是一个旅游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 然后我所了解的就是 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部署 还有什么浪漫之都啊 东北之风 想希望你们就是简要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音乐会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主题叫第十一个故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句话 第十一个故事讲的其实是十个故事 就是在我学习声乐的过程当中的十首歌 然后伴随着有趣的十个故事 然后会在音乐会上给大家一个一个讲 为什么叫十一个故事呢 也是留一个期盼 就是第十一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 任何瞬间就举下了 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命题 您好,我是来自网易大连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新冬演唱会 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 因为我这个形式有点像民歌脱口秀的那种感觉 就是需要自己Q全场 然后需要记的东西比较多 从刚开始没有经验 到慢慢一场一场慢慢有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原来自己把握一个场子 这个节奏是比较难的 那么我还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演唱会这个进行同时 您有没有参与到咱们演唱会的这个设计和筹备的一些工作 有,这个是我全程参与的 包括唱什么歌 然后舞台怎么顾止 选择这个顾紧 还有每次来谈点什么 风光啊 因为这次我们团队大多哥没有来 所以这次呢就是我盯着场子来搞的 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第一在里面 第二个人在里面 然后这两个在安排上有什么不一样的 呃 排上 群舞方面 群舞方面会有变动 因为不可能说 每个地方唱的都完全一样 就是我会有一个 类似粉丝征的一个风台 大家会说 哦,希望听到什么歌 然后投票或者是 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那我们就会选来拿来选择 除了这个演唱 还有主持得很 然后这首歌是有什么 应该是新的方式 这个是有的 因为之前想的就是 民族口口秀的这种风格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学演 后来慢慢发现这种 其实好像是更能拉近你跟观众的距离 因为你从开始到结束 你不离开台上 就是大家的视线 不会从你身上离开 然后你跟大家的这种 距离感 还有整个音乐会的流程和节奏 都是你来把控的时候 你会觉得 会比像之前的演出啊 或者有主持人介绍 下一个节目 就谁谁谁 带来什么什么 会更亲近 会感觉这个气氛更拥 我看到在大连 昨天坐了那个大巴 很多粉丝跟给你们去打卡 然后你有什么开照啊 或者是这个打卡方面的学校 跟粉丝们分享一下 就是就是 比个夜 比个夜国际报 就OK了 然后好多那个粉丝也都喊话 大连这两天有点冷了 但你穿秋裤了吗 我没有 他们都不一定穿 冬天的话 也不说长 就长时间站在外面 常常站在外面的话 肯定不穿 要是不长时间站外面的话 肯定不穿 因为这个秋裤有时候很难选 这个秋裤很难选 然后就是还是想问 来大连的话 有什么出去玩 然后吃什么的打算 吃就是烤肉 烤串 然后还有烤生蚝 这一类的 玩的话 估计就没有太多时间 因为排的比较满 所以过两天就单独 你好 我想问你 最近就是 您做专辑也取得不出的成绩 之后在音乐方面 您计划吗 音乐方面就是 还是会多听一些 老的经典的作品 然后多学习一些 之前没有听到过的 或者是 就类似像遗珠这样的名歌 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少 大家非常好听 这也是我需要去做一个 搜割的过程 然后我还要会出自己 原创的民族的作品 就类似梦迷山 或者是 电视剧里面 有很多好听的 就是女儿情这样的作品 在我今后的时间 也会把情绪放在这里 你好 就是好多观众都从各地感 感到您想对这些 多明明说点 嗯 其实我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特别不太会说 感谢感恩的话 但是就是 他们能来 我就会记在心里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自己感受的会比较多 但是要表达出来吧 就会觉得 不太适合表达 就是 揣在心里的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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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女性 她 呢 她 要 这 她